今天我们来到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 参加2021台湾花果盆栽展的活动 现场有非常多参赛者细心用心灌溉的成果 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宝岛四季如春百花盛开果实累累 为了行销台湾花果盆栽 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 特别在台南市新营区的明治市政中心南英堂 从11月17号到22号 举办2021台湾花果盆栽展 17号上午10点还举行了一场开幕剪彩仪式 一开始还邀请包括乐云舞集在内的团体来开场 炒热展览的活动气氛 花果盆栽展主委彭冠金说 这场展览一共展出25项数种 116件130颗作品 因为参展的花果盆栽造型优美 质量又胜于往年 吸引许多人前来观赏 评审结果总冠军是协会理事长张建一的八房干 果王是展览主委彭冠金的金豆干 花后是真才望的九重葛 希望台湾的花果盆栽能够打出字号 创造台湾花果盆栽市场的产业价值 台湾这个花果盆栽展 其实最主要我们也是要把台湾 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花果盆栽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推广出去这样子 那今年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盆栽 这个国际化 网络化跟年轻化 大台南花果盆栽协会表示 往年有许多东南亚业者来台湾参加盆栽展 今年因为疫情 主办单位透过网络来行销宣传 透过数位平台跟媒体报导 希望能够让台湾花果盆栽的艺术之美 能够走向全世界 有花有果 家里你还直接喜欢花喜欢果 你会看到开花 会看到结果 所以就比较喜 在盆栽界现在已经受到肯定了 张建一理事长说 目前政府鼓励青年返乡务农 如果能够热络盆栽交易市场 以花果艺术带动农业经济 为农业跟年轻人找到新的方向 配合政府的大力辅导 推动花果盆栽产业跟台湾农业再生 打开未来农业更好的道路 记者陈文旭 李嘉津 台南报导 好 谢谢